大家早上好呀,我是小郭 今天是我们在哭车的这个 女儿国房车行地带的第四天了 前几天的哭车一直很热 我们白天必须得开着空调 差点点开着空调才能睡觉 今天终于降温了 又下雨又刮风的 所以我们老郭 到现在还没有起床呢 哎,你去了 睡吧,睡吧,睡吧 这前两个可以多睡一会 老郭终于起床了 我们在哭车待了四天了 还一直没有出去过 今天终于要出去了 今天的主要任务是 给我们果汁剪个毛,洗个澡 给老郭也剪个毛,剪个头发 果汁子上车,快 一二三,上 好 先去宠物店还是先去吃饭 先去宠物店吧,把它放到宠物店 然后咱俩去吃看好吃的 对 行啊,走 把你嗨的不行不行的 开心的不行不行的 我看你一会儿还开心不开心 没说你,没说你 你接着看,接着看 我们找到了一家宠物店 然后这附近还有好多的美容美发 给你果汁一次性都解决了 给他洗个澡,剪个毛 你这边,咱们这边剪完多少钱 就他这么大 一百,一百 联系到一块是吧 好的 他的左前爪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疗 指甲掰掉了 之前疼过一段时间 现在还没掉 没了,掉了 哎,他自己掉了 断掉了,那就不用管了 然后指甲稍微剪一下就行 毛不大剃短 剃短,被剃短 留一点,不敢太短 行,那我们一会儿过来 我们去吃个饭 拜拜 我们都吃完饭了 果汁子早还没有洗完呢 所以先去给你把头发剪了吧 走 这次不能贪便宜了 剪成个锅盖头 哈哈哈哈 这个看起来就不便宜 就这家吧 我上一次稍微短一点 但是不要太露骨 对对对 上一次剪的被吐槽的 他的头型是很大有问题 这有一个反骨 他两边也是一样 对,头型很奇怪 他就别这么严重的好不好 你耳朵后边都有年纪的印了 你耳朵后边都有年纪的印了 那是这么多厉害了 眼睛印了 对 那是很正常 以后会越来越深 真的 以后会越来越深 以后那个印度会越来越深 哦 比上次占的精细多了 生世荣洋回来 哈哈哈哈 有点飘了吧 哈哈哈哈 这是对你手艺的认可 知道吗 凉快了很多 这个40块钱剪出来的头 跟20块钱剪出来的头 确实不一样 我是不是又开始 胭脂成回巅峰了 看看我们果汁洗好没 诶 这是不是果汁 这是果汁吗 是吗 是吗 不是 不是果汁 不是啊 不是 我们果汁还没洗好是吗 是用毛子 这个是我们果汁 还没整好呢 认错空了 好尴尬 果汁要听说你把它认错 你看它打你 真的特别像果汁了 比果汁大一些 比果汁毛好 果汁的毛不咋好 老板说是他们给它喂肉喂的了 所以他们认错了 我刚都认错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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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这个小狗好可爱 哎呦我们果汁好了 是果汁吗 会认错吗 不是 果汁 是不是果汁 看看握手说 握手说 握你的嘴 是果汁 不跟我握手 你看它这真的好香 它这真的好香 果汁小了一点 替果汁买个新盆 果汁真的太花钱了 我连洗袋剪总共还40 它洗个澡剪个毛100 买个凉100 买个凉100 哎呦哎呦 哎呦 我会花钱 哎呦 果汁 你是不是果汁 我接错孩子了 果汁 没反应 果汁 果汁 应该是果汁吧 哈哈哈 要不是果汁 它也不可能站你腿上呀 對啊 果汁 不理咱们俩 现在咱们俩把它放哪了 有仇了现在 肯定是果汁 没错 还拿狗子这么爱看外面 恶的谁 你过着这个想赞也好 恶的妈 这个全是六次门了 不要感慨 搞定了好想我撕撕 来 那就背包了他也好 你的发型帅还是我的发型帅 你别说 你们俩剪了头发之后 都变年轻了 我的盛世容颜还在不在 反正果汁不在 给他把衣服穿上吧 把衣服穿上 要不然的话 他大家想整个发型一会就脏了 对 套上 现在在南疆温度高 所以就穿个背心 大背心大挂挂就行了 是果汁 衣服都合身着呢 还担心不是果汁吗 我感觉吧 我对他的期望值有点太高了 我也顶多给他打个 几格分 今天趁着把果汁送到宠物店去 我们俩抓紧时间去吃点好吃的 好多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边的烤鸽子 鸽子汤 鸽子拌面 各种的 反正我们今天去尝一下这边的鸽子汤 听说特别的好吃 叫左车车的 你在吃的跟前 你的积极性就格外的强 必须的 这一家这一家 鸽子汤店 对这就是烤鸽子 那没什么看的 你要看奢侈哥手上拿着 哇塞 这就是正在烤的鸽子 好热 咱们赶紧进行点餐 这种烤鸽子 烤鸽子33一只 那就来两个面 然后再来一个鸽子 再来一个烤鸽子 可以 没样子尝一个 终于可以换个位子了 可以单独一个桌了 真的是玫瑰花茶 没毛病 鸽子汤送个馕 哇塞 一整只鸽子 你给我拽个腿呗 这是鸽子肉拌面 鸽子的腿好小一只 感觉比火汁的腿会写 我想问这个汤能加吗 我再来上它四碗 特色吗 而且咱俩还坐在正中间 大厅正中间 一般不是特别好吃 它这个味道就是一个浓家的味道 咱们无理自己做的那种感觉 嗯 就是吃啊 这汤嘛没什么 来 你 你 看我们的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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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咋喝它给你吃汤 确决不大 都是秦类吗 嗯 这汤还可以的 汤可以 汤可以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去 这鸽子拌面里面看 鸽子腿 看是羊肉泡沫 咱是鸽子泡沫 咱俩斯巴萨都能吃上泡沫 沙琴这你吐什么 实在能吃上泡沫 你好 这个汤可以加吗 可以加的 可以加的 好的 可以加 嗯 你吃,吃完一会儿给你夹 那我就踏实了 那我就不心疼了,可今儿糟了 烤鸽子 烤鸽子 这一只33呢 吃尝一口 咋样 没啥感觉 我还是喝鸽子汤吧 你吃 因为它骨头太多了 不符合我吃饭的那种标准 好吃啊 好吃 那你吃吧 反正我是不太能接受这种 大气大巴的这种肉 我面来了,谢谢 给你的面 6块钱一块 嗯 嗯 这烤鸽子真不错 好吃 烤鸽的,焦焦的 好吃啊 味道行,但是太麻烦了 对吧 你要是鸽子又能长出来 牛肉那么没有骨头那多好 嗯,骨头的肉最好吃 太麻烦了,我不吃 我喝汤 这两只鸽子都归你 不是 美容养颜呢 吃完还要砸嘴了 一会儿鸽吃完了不行 还得再来一个鸽子 嗯 你不不这样泡脑还挺好吃的 这个好吃 确实好吃 你好 第二碗汤接着泡膜 炸了 嗯 夹的,这个汤可以啊 你尝一下 夹的这个汤是没放啥东西啊 不是,夹的汤跟第一碗上来的汤差别也太大了吧 对 这个是一点盐 什么都没有感觉 就是水 咱就加了点水 这儿有盐 咱自己放点盐吧 可以 多放点 好好好 刚问一下这边的服务员他们说下的汤跟刚才那个汤是一样的但是 我们吃起来是绝对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是汤不一样还是没放调料的原因 反正就是完全不一样 瞬间我的泡膜都不香 第一碗汤特别的香 特别的好喝 特别的鲜 第二碗就跟白开水一样 把肉也吃得了 哈哈 让人家加点汤 我们还是把它给喝完吧 要不然不喝完的话总感觉不好意思 不是人家了我们又不喝 好像泡到这么一会儿 好像味又出来一点点吧 有点味了 是 把个子肉里面的味泡出来了 是的,有味了 特别人家了 是吧 给我们果汁大补一下 咱俩是来吃鸽子的 结果吃面吃饼吃饱了 吃馕吃饱了 然后剩下的大贵的肉给果汁拿回去 总共花费89 那个馕是1块钱 最后一口再把汤喝掉 嗯 这叫什么瓜呀 这叫我们叫这个 叫花蜜南瓜 长得跟南瓜一样 大概又是花蜜瓜 8块钱一公斤 多少钱一公斤 多少钱一公斤 35块钱 35块钱 堵穿了我们这会儿出不去了还 我们俩是专门慕名过来吃鸽子汤 烤鸽子和鸽子肉拌面的 结果感觉我对他的期望值太高了 吃完就感觉还行 就那样吧 我顶多就是给他打个鸡鸽分 因为我本来就对这些东西不是很感兴趣 再加上确实没有让我吃出经验的感觉 烤鸽子其实还行 真的还行 还行就还行 还是通啊 堵着呢 坐在那儿请找忙 走